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奶奶 你好 你好 这是童子吗 你找的吗 你找的童子吗 我也是农村来的 这是童子 怎么这么轻呢 是晒的干就轻吗 一抢我 晒干了 这个您是自己用还是有人来收 这个是有人买你的吗 要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来收 这个怎么卖 今天买过Q弦子都可以做 今天都还来买过 去年卖过一块多 今天还没卖过 是 今天才 今天才 今天才亏多少钱 亏你一块 一块五六啊 亏你 一块二 一块二 一块二一斤 是 那您年纪 您今年高瘦啊 您今年高瘦 您今年多大年纪 那呀 七十七七七十七 七十个七岁 七十在家七岁 您高瘦 那这个是您自己到捡的吗 三公子去捡 到山上捡啊 三公子 三公子 那好辛苦啊 好辛苦哦 老人家 没做么干 我做什么的 没做么干 我没听太久 您说的这一句 您老伴呢 你老伴呢 老伴呢 老伴呢 老伴睡多久的 睡多久的 什么意思 睡高啊 睡多久 睡长觉了 睡高 哦 哦 老伴 老伴不可以 两个人都不可以老 他大小的白色 他比他太两岁 他比你大两岁 哦 您小孩呢 您小孩在家吗 小孩在家吗 嗯 您儿子 做事 做事 做小工 做小工 对 哦 您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 对啊 嗯 现在不得 哦 这是您儿子家里 嗯 那您住这里吗 哦 哈哈 老爷子 奶奶你好 哈哈 哈哈 吃饭了吗 您吃了饭吗 吃饭的 哦 您先吃饭 嗯 我还没有吃饭 那很久呢 我还没吃饭 嗯 我来 来得晚嘛 我 我来得晚 我没赶到吃饭 嗯 嗯 你能听到你普通话 您您听不懂普通话 听不懂普通话 嗯 我是吉安的 我是来这边旅游 来这边看一下 对 我们旅游啊 看一下你们这边的人 怎么怎么生活的 辛苦 辛苦 辛苦啊 嗯 困难 困难 嗯 嗯 您几个儿子 几个小孩 哎呀 嗯 两个孩子 嗯 嗯 你你儿子对你好不 一般 一般啊 嗯 嗯 你你你你这么大年纪 你儿子还能你上山捡这个桶子吗 哎 在外面去给他娘娘子买点吗 这么个鞋子 哦 你卖点卖点钱 去买点东西自己吃一下 吃啥子 哦 从来这鞋子都没很多 从来这给你干 又就是你从书这边要困难 哦 你 嗯 就是说您孙子上学 然后你儿子家也困难 哦 明白意思 你没有病啊 嗯 进来点东西就点了 买个鞋子 嗯 买菜啊 买菜 买菜吃 买菜吃了 嗯 老婆婆老的我们呀 老就不会煮的了 哦 是 老也没煮的哦 年纪大了 注意身体 休长子感觉还在一起撒啊 老子都不会的 哈哈 这个您现在是把它收起来是吧 你现在把它收起来 喜欢的东西的 装起来 有人来收就可以卖 啊 啊 这个就是童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 炸油 炸油 炸到油漆 炸油吃 炸到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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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油漆的 做油漆 做油漆 给家具做油漆 做青漆的 是 是 听说这个童子油以前也会用来炒菜吃 你们吃过没有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就是用来做油漆 给家具做油漆 做油漆 做油漆的 用个叉子 哦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个油漆给家具做油漆 您是要把它装在袋子里面 是吧 要不要我帮您 啊 要不要我帮您 我帮您 我帮您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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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还好不重 啊 你都不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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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太阳晒是吧 嘿嘿 还好 这冬天的太阳不晒了 晒一下太阳也好 晒冠了就不会晒 晒冠了就不会晒 哦 您戴帽子 对 戴帽子 那您先忙哈 您忙您的 我去后面看一下 哦 您好奶奶 这个您也到剪这个桶子 是吧 啊 这个桶子是您剪的 啊 啊 我是说这个桶子是你剪的啊 嗯 你现在把这个桶子挑出来 嗯 嗯 他这个就是挑过的 嗯 然后把这个桶挑出来 嗯 啊 有这个用的 下边的用的 修给他 给他给他修 哦 下次有人来收 你就卖给别人 嗯 啊 人家也不容易 这个一 一块多钱一斤啊 嗯 但是这个很没有重量啊 嗯 嗯 嗯 不重啊 很轻 嗯 那个是您孙女吗 那个 那个 他多大年纪了 几岁了 17岁的 17岁了 嗯 他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 在那个房子里面住 嗯 哎呀 爸爸都做些了 外面做些的 出门做事去了 嗯 好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我今年多少嗯 您多少岁 哎呀 我80多了 80多了 嗯 八十三的 八十三 年纪了 你说我做什么是吧 你说我做什么是吧 做什么 你问我做什么的是吧 我帮你吹牛 你还不卡吹牛 你爸吹牛 没听明白 想不到面 这没听明白 奶奶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这边就是生活条件这一块 不是很好是吧 就是生活条件 就是你儿子是在 在这附近上班还是去外面上班了 去做什么事情去了 去打工的 去打工去了 嗯 那您 您就跟你孙女两个人在家里吗 你外套才 在家里 就是你儿媳妇在家里 是吗 你孙女会搅拌吗 你孙女会搅拌吗 嗯 嗯 你孙女会说话吧 嗯 嗯 嗯 你好 嗯 他 他不会讲 他不会 他不会 不会讲话 又怕伤人 哦 又怕伤人 嗯 他 他 他能听懂你讲话吧 嗯 他能听懂你讲话吧 你听不懂你听不懂我讲话 嗯 哦 你住住我家 你们是住这里吗 啊 这 你是住这里吗 嗯 嗯 你为什么不住儿子家去呢 在这里住啊 嗯 我可以进去看一下你家里吗 你一直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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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嗯 然后 您住是住这边 是吧 嗯 我看一下哈 可以吗 那几块 我就在外面看一下 可以吗 妈妈给捆你 那老人家出给你们的捆你了 哦 那您说不看就不会看哈 好哈 老人家的妈妈给捆你 就 啊就装床 也没有给捆你了 啊 就一张床 对 好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哈 这房子也是好多年的房子 也是老房子 啊老房子 奶奶也很简朴 然后 捡一点童子 卖钱 卖点钱 买点菜吃 嗯 孙女 在这边 孤寡老人在家里啊 然后年轻人都出去外面干活了 那个女孩子 也 大家也看出来了啊 这也算是 也算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有缘人 看到这种人 我心里 也不是智慧 嗯 我希望尽自己的一点能力 啊 献上自己微不足道的爱心 远远的走过来 看到奶奶 勾搂着背 在那里 敲什么东西 奶奶你好 你还在敲筒子啊 啊 你还在敲筒子 是 敲筒子 哦辛苦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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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你刚才 装起来的筒子呢 啊 您刚才收起来的筒子 筒子啊 嗯 可以给我看一下吧 啊 可以给我看一下吧 快一些啊 嗯 就是有多少 好 这个是奶奶从山上捡回来的筒子 啊 这个筒子 这种湿的筒子 是很重啊 这里面有十多斤 但是那个筒子要晒干来 晒干来的话 啊 刚才是用那种袋子装的啊 啊 这这种男子提一男子 估计就是三五斤 你卖一次筒子能卖多少钱 哈 你卖一次 没卖过 没卖过 你去年卖筒子卖了多少钱 去年啊 嗯 卖到很多 没卖到多少 卖到100多啊 嗯 你捡了多久 卖到100多 好久了 捡了好久啊 嗯 我去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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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100多啊 啊 啊 捡到100多块钱 啊 捡了10多天 啊 捡了10多天 啊 啊 啊 你真的是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那那个 奶奶 啊 这里面这几百块钱是我小小的心意啊 嗯 给你啊 你保重三十 以后就是 这桶子少捡一些啊 我看您不容易 我按了你们去捡吗 嗯 嗯 去山上注意 也注意安全 我怕您去山上摔跤 嗯 怕摔跤 嗯 嗯 就几百块钱啊 小小的心意啊 哎 哎 哎 我我 我 没有多少啊 没有多少啊 您笑了就好了啊 哈 这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哎 好 希望您开心一点 哎 好 嗯 嗯 注意身体 耶 注意身体 嗯 嗯 我怕您摔跤 耶 怕跌倒 因为您被 你驼背了 哎 哎 别的我也帮不上您什么 哈 就给你一点钱哈 哎 我也不足道哈 哈哈 还好 哈哈 不用客气了哈 哎 嗯 嗯 这里也有几百块钱是给你家的 没有 拿到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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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 嗯 给你给你哈 你不用嫌少哈 这个是我自己演的小小的心意哈 你拿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不用还给我哈 这是给你的哈 嗯 然后你年纪多年纪也多了八十多岁了还去上山上捡这个童子真的不容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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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没事哈 就是我希望你们也过得好一点哈 介绍我自己的一点点爱心 嗯 嗯 你怕跌倒啊 嗯 嗯 这山上又好走啊 啊 又是刮风下雨的冬天又冷 你们去山上的衣服都容易打湿了啊 啊 哈哈 哈哈哈 想吃什么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谢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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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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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气了哈 嗯 那我就走了哈 有机会 还可以过来看望一下你们 哈哈 那你走了 再跟他两个哈 嗯 拜拜 趁饭真的不重要哈 就是今天出来 我就想做这么一点事情啊 嗯 说实话 这些天被小黑也怼得不开心 反正出来我花了点钱 我现在开心了啊 释怀了 哎 总之吧 公道自在能心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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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